大家好,我是主播琪琪,欢迎大家来到大波琪娱乐频道,您的订阅是琪琪的动力源泉,不要忘记担机小铃铛,这样您就会及时收到琪琪的更新信息,谢谢大家。 新世界中柳如斯这个角色是整部剧颜值最高的一位了,他的出场方式就很撩人。 徐天为了查出杀害贾小朵的真羞而来找传说中的柳爷,原本徐天猜疑柳爷是杀害小朵的凶手,但在看到柳爷后他立马取消了这个怀疑。 柳爷出场时是在房间里,他穿着粉色的睡衣相当性感,徐天没想到柳爷是个女人,不过他对柳如斯的第一印象就不好,觉得他是个风尘女子。 但其实柳如斯是比他哥金海还要厉害的女人,背景十分强大。 柳如斯是保密局的人,他的任务就是阻止和谈。 他是冯青波的上司,又爱着冯青波。 所以一心想要杀了冯青波心里的田丹,但是他的计划屡次失败。 柳如斯与冯青波、徐天、铁林之间都有一些暧昧的感情戏。 特别是铁林,铁林对柳如斯是相当的迷恋。 而徐天对柳如斯来说只是一个杀田丹的棋子。 后来徐天和田丹成了知己后,柳如斯也和徐天成了对手。 冯青波呢? 是柳如斯真正爱的人。 可冯青波是个自私重力的人,他为了自己的荣誉可以杀相恋四年的女友。 那对于他不爱的柳如斯冯青波又怎么会对他真心呢? 在后来和平谈谈破坏不了了,柳如斯也离开了北平。 冯青波则死在了北平。 和平解放北平后,柳如斯也不再唱歌,不再为保密局工作。 他过起了平淡的日子,有网友爆料称柳如斯会和铁琳在一起。 谢谢您的观赏。 如果您喜欢琪琪的大波琪娱乐频道,请您订阅吧。 不要忘了单击小铃铛呀,这样您就可以及时收到大波琪娱乐的更新了。 一定要记住,订阅琪琪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